大火猛烧 浓烟狂窜 消防人员冲向火场 尼古拉耶夫葵花油储存槽 刚被俄军无人机攻击 铁力烧了5小时才被扑灭 而在基辅近郊布查小镇 除了布查 地面波罗发电厂也被炸 乌克兰北部苏梅同样难以倖免 从10月10号大轰炸以来 一个多礼拜 俄罗斯飞弹和神风无人机 主要攻击目标似乎有共通点 乌克兰和美国都发现 最新一轮轰炸 就是冲着乌克兰能源而来 其中包括扎布罗热和电厂 周一又因为炮锡一度断电 紧急启用发电机 冬民看着地上大坑洞实在毫无奈 从发电厂到输电网 过去8天 乌克兰三成能源设施被炸 乌克兰认为 各军目标就是让平民撑不过今年冬天 The Russians tried to destroy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of our hometown before the winter they want to switch off the electricity and make an attack to our power plant stations The authorities here are urging people to conserve electricity and you know it's something that you really can't see on the ground here last night also most of the street lights are off most of the lights in general are off as people are trying to conserve energy as that power grid keeps getting hit 乌克兰人平常配合节电 还得赶紧找来备用方案 货架前精挑细选 发电机现在成了热门商品 不只发电机 还有瓦斯炉 只要不接电 大家就抢着卖 不过在被战火摧残的哈尔科夫 并不是人人都买得起发电机 穿外套毛毛睡觉 因为乌克兰东部 夜间气温已经降到摄氏零度以下 眼看冬天一步步逼近 乌克兰官方改变宣传策略 告诉欧洲各国 帮助乌克兰就能解除能源供电机 二军炸能源设施的武器 主要靠无人机 而最受瞩目的是伊朗神风无人机 这个无人机本身来讲 它的成本是比较低的 它主要负责的就是 打掉对方的这些进攻性 比较重要的目标 甚至我们能不能这样设想 就是一些一线的这个高官 能不能采用这种点杀似的 就这种狙杀的方法 用无人机来打掉 应该说未来也不是不可能 央视一个月前节目上就预告 俄军会拿神风无人机 攻其地面目标 甚至执行斩首任务 俄罗斯似乎想靠伊朗这批 最新武器扭转战局